HELLO 大家好,我是豪豪 很開心又來到我們的開箱時間 那因為這次月月不在 不是月月,夜月不在 他可能是高麥 或者是上次吃的那個 皮包糕珍珠奶茶就落賽 他今天請假沒有來 不過沒關係 今天本來是沒有排訂行程的啦 所以我自己有一個人來拍 我在南崁珠帽子幫忙的時候 裝箱跟拆箱其實我都有參與其中 原本是開在光明國小 對嘛,光明國小 對 開在光明國小 後來他搬家了 他現在搬到南崁麥當勞 85度西那附近 然後對面是便利購,旁邊是下面 那詳細的地址在這裡 好,那因為我在幫忙把那些箱子拆開的時候 就等於是挖寶了嘛 挖寶的時候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奇特的東西 千奇百塊的東西 那當時我看到這個Zone有說 欸 寶箱罐 其實不足為奇 你玩過Online game MFORPG 玩過手機遊戲 其實都會有類似這種寶箱罐啊 這個是日本 有者鬥惡龍的那個寶箱罐 然後他是一個純眼筒 然後他頭前的時候 眼睛是會亮的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我就買回來給大家開箱 那其實他是兩款 一款是 他這個合色的寶箱 那翻過來你會看到 他還有一款是綠色的 他舌頭不一樣 那他眼睛發光的 發光的那個 顏色其實也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只買一盒 我沒有買另一盒 想說應該一盒就夠了 反正不通 上面還有上面 都是他的那個 形狀 他那個寶箱的形 然後後面一樣是注意事項 然後下面有那個中文 跟你說這是什麼品名 欸對 什麼品名 然後出場是哪裡 那些都不重要 我們直接看裡面就好 拿起來他就是這樣 一支寶箱塊 一支寶箱塊 他有附你一張說明書 然後他是要裝電池的 然後 他電池這邊有一個十字的 十字的螺絲 你要把它拆開才可以裝電池 我們把它拆開 然後就是長這樣 然後其實算 做的還不錯 但是寶箱其實寶箱 不應該這麼新 他應該有點 舊舊的感覺 才會想說 這寶箱放了好久 裡面一定很多寶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這個舌頭 其實有點太平滑了 不應該是做這種 舌頭 因為其實 怪物的舌頭 大家有看過卡通 一些動漫 一些線上的戲 現在舌頭就很噁心 非常噁心的那種 噁心 非常的噁心 再來是他旁邊就是可以 可以動的 蠻酷的喔 可以動的 然後他這邊 這邊是一個取錢的 這邊可以取錢 那因為他要裝三顆三號電子 因為我家那時候沒有工具 所以其實我這電子已經裝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實際測試一下 他眼睛 頭錢的時候到底會不會亮 有亮嗎 有 那我們實際測試 這樣突然去玩可以看到 我的攝影機反光 然後他除了 眼睛會發亮以外 我覺得他 其實做的還挺用心的 因為其實一般寶箱 他就是會有那種木頭的刻本 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個牙齒 做的還蠻可愛的 再來是他這個 這個孔 我覺得很可惜 他這個孔應該真的要做一個鑰匙孔 會 比較好 對 再來是這個 他這個 零錢孔 基本上是不可以投50塊的 因為 畢竟是日本的存錢筒 他們 都是拿來投日幣 所以50塊 比較大顆 是投不太進去的 做的還不錯 舌頭就是有點太滑了 我不太喜歡這種設計 這個存錢其實算還蠻方便的 然後空間其實 不小喔 這空間其實不小喔 那你存個1塊5塊其實很夠用的 應該可以讓你存個2、3個月 如果你每天都有存的話 那 那 就這麼結尾啦 現在有點不太好 我們等一下就 去豬帽子搞一個 我們來到豬帽子 我們來募捐 我們好好的 那個經費不夠了 我們 來這邊跟大家募捐一下 Comment 一人十塊錢就行 我作沒空 那不用空 哈哈哈哈哈哈 從英國找一個設計師 他叫Standup設計師 幫我設計的一個勇者鬥二龍的 那個LV超值聯名包包 他有什麼功能? 這是限量款的 他有什麼功能? 他功能就是投錢會亮 是嗎?他會咬人嗎? 他50塊不能投 他會咬人嗎? 他不會 他會咬你嗎? 不會 他就是會亮 那現在限量款嗎? 限量款只有四個 只有四個? 對我們還有另一個在這裡 這個是法國設計師Standup設計師 他們是四三公年的兄弟 好我剛剛從豬帽組回來了 那其實大家剛剛都有看到那個片段 我們在玩這個陳前頭 就是好好募捐活動 然後也順便幫我們的豬帽子打一下廣告 因為畢竟剛開張嘛 不過其實那邊算是心臟地帶啦 人來人往也很多 那希望他們就是生意心龍 然後一番長多近一點 我們才可以抽個手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個讚 並且分享我的影片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點讚我的FV粉絲團 並且最終我的IG 我還沒有IG欸 還沒有嗎? 對啊 那IG不要了啦 IG這種東西我也不會用 好 那我是好 大家掰掰 拜拜 中文字幕——YK